我其实三岁的时候有受过洗 这一次要受洗的原因是因为我参加一个教会的活动 看了一个影片 那这影片当中有一个女士 她就跟她的牧师讲说 她感觉说她有很多的罪疚感 很多的羞耻感 她以前犯过很多的罪 牧师就跟她讲说 受洗就是当你下去的时候就好像与祖同死 起来的时候就好像与祖同复活 她受洗之后 那这样就好像一个新造的人 那过去那些就可以放下 就可以丢下来 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很感动 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感动就是 我一直长久以来有一个在挣扎的一个东西 我放不下来 那我那时候就决定说 那我把它放下来 我再交给神 那这样子我就想要说受洗 然后就是再有一个更新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还有你生命的主 所以你现在愿意 我将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坏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从金石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阿们